我不说多了 我今天只说一个缺点 发现没有 小萨去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外景录节目 只穿一条裤子 今日 倪平在某个节目中公开吐槽央视主持的片段曝光 引起网友热议 节目中 倪平先是谈到撒贝宁 她夸赞其学历高 幽默 但她随后以调侃一位吐槽撒贝宁的唯一缺点是 只有一条裤子 随后 节目组在大屏幕上 晒出撒贝宁在几个节目中都穿着的荧光橙色休闲裤 其他央视主持看了忍不住暴笑 不知撒贝宁 李子蒙也被倪平犀利吐槽 倪平调侃李子蒙来北京二十多年一直租房住 而她仔细思索其中原因后对着镜头表示 大家都知道央视规则是错了一个字就要扣钱 李子蒙天天播新闻 没搞好可能还贷款上班 网友看到倪平的花式吐槽后纷纷忍惊不惊 也有网友发现 撒贝宁在倪平吐槽自己时流眼泪了 此前 在另一档节目中 倪平面对在户外烹饪时手忙脚乱的央视四大名嘴 哭笑不得地吐槽道 在电视上特别冷的人 在生活里都是废物 其实倪平对央视主持的吐槽并不带有攻击意味 这也正是她与其他主持人关系好的证明 祝愿她事业顺利 也希望她能好好享受生活 我不得了 贵宾 可 小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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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